大家好,我是NK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另一个语言学习APP Memrise 首先要说的是 Memrise与我上个礼拜所介绍的Dolingo有稍微的不同 Memrise会比较全面化的教你 学习的过程会比较长 Dolingo有会比较简单 而你又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你也可以学习很多新的语言 我喜欢Memrise 这是Memrise,比起Dolingo 它是比较有趣些 好,我们来尝试 Meet the Natives 的一个教学 这里的教学其实比较像我们上课时教书所教导的过程 你可以学习如何评音,如何拼音 当然, Memrise 不只有日语,还有很多各种语言 那我们就来试试韩语吧 你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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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 当然,Memorize不同的是,你可以付钱成为Pro Member,不,我并没有付钱,我如何得到Pro Member,还是别在这里谈吧。 但,我可以说的是,你不付钱,你也可以学习,Pro Member只是给你一些好处罢了。 好吧,今天就到此,我们下期再见,我是NK,喜欢的就like,comment以及subscribe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,记得按赞,跟你的朋友分享,和记得订阅科技先生的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科技先生的频道。